公司成立八周年庆典 入场酒会的 要么是公司股东或员工 要么就是合作伙伴 商场上打拼多年 抛去利益纠葛 我几乎没有朋友 我为公司呕心沥血 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才收获如今成就 今晚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所有人举杯恭贺 可傅敬州带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谢露瑶和他的哥哥谢成 看到谢成那一刻 时隔多年的难堪回忆 再次袭来 一群男生冤枉我偷东西 将我围在孤儿院后山 拳脚相加 一尘不染的谢成冷眼旁观 目睹我在泥泞中腐烂 那天出雪 天很冷 冷到指尖发木发麻 雪花落在脸上 然后融化 带走我身上紧剩的温度 谢成找人打完 我觉得不过瘾 又扯来一根粗利的麻绳 将浑身淋湿的我绑在 一棵枯树上 导致后来我落下病根 那天寒风凛冽 万物都在瑟瑟发抖 诸多羞辱人的话 因时间久远而逐渐模糊 可其中一句 我记了整整十五年 听说你是因为偷东西 才被父母丢到孤儿院的 活该 活该你不被爱 他语调轻缓 笑容自艺 像极了地狱深处 猙獰又优雅的恶魔 在我本就不美好的 少年记忆中 匆匆掠过 然后留下一道 挥之不去的阴影 泄露摇婉着 傅静周的手臂过来 模样白净温婉 温室里的兔丝花 不经现实摧残打磨的 美好模样 我这种在社会底层 摸爬滚打多年的人 自然和他比不了 单那一双白皙鲜嫩 游走在黑白琴剑上的手 我就没有 天气渐冷 右手的洞窗又要犯了 每晚睡觉前 都痒得厉害 此刻看着傅静周 眉眼温顺 低头哄弄泄露摇 无明指的洞窗 突然痒得厉害 连心口都开始 烦躁得难受 而泄成 一身浅灰色高定西服 三七分的黑发 打理得一丝不苟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眼眸深邃五官 线条柔和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的虚伪模样 静天下 城府极深的眼神 目睹我的狼独 目睹我的狼狈和局促 所以我讨厌谢露摇 不止因为傅静周 对他明目张胆的偏爱 更多是每次看到谢露摇 都会勾起谢城 带给我的不堪记忆 其实 如今的我 即便做不到 和继承家族企业的谢城 平起平坐 但他想动我也势必会拖一层题 可是我害怕 害怕曾经的不堪场面 再次被翻出来 曾经的傅静周 心疼我所经历的 也曾恶狠狠发誓 要给谢城应有的惩罚 可谢露摇出现后 一切就变成了未知 所以我不敢想象 如果曾经的伤口再次展露 换来的会是什么 我看了眼时间 距离约定时间 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 你怎么来这么晚 傅静周缓步走来时 姿态略显冷漠 眉宇间夹杂着不耐烦 谢露摇趁机向我示好 姐姐 静周哥哥刚刚陪我试礼服了 你别怪他 我瞥了他一眼 没接话 谢露摇早就适应了 我不冷不热的态度 也不生气 只是乖巧地笑了下 缓解尴尬 随后温顺地 退到傅静周身侧 见识 傅静周极为不满 宋白 你对姚姚客气点 是不是会死 他目光中泛着凶狠 让我整个愣住 自从谢露摇出现后 我和他不是没吵过架 第一次吵架 是因为我翻他的手机 在此之前 我们熟知彼此的手机密码 所有秘密几乎都向对方完全袒露 他说他喜欢这样分享 仿佛对方生命中的每一秒 彼此都有参与 直到那晚 我前脚从医院回来 傅静周后脚进家门 往常心细如发的人 并没注意到我苍白的脸色 我问他 为什么今晚失约 他嫌我管得太宽 说他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然后就进了洗澡间 我随后解锁他手机 找一个合作伙伴的电话 然后看到谢露摇发来的信息 静周哥哥 谢谢你今晚陪我过生日 礼物我很喜欢 那一刻 忽然有种被人兜头泼了盆冷水的窒息感 我将在原地 胃里翻搅得疼 原来傅静周放我鸽子 是为了陪谢露摇过生日 那晚 我本来在家休息 是傅静周的助理 说他放客户鸽子 而我为了稳住客户 跑去陪着笑脸 被灌酒喝到住院 才拿下合同 为了不让傅静周担心 我甚至没有联系任何人 自己从医院回来 拿住院需要的东西 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傅静周 你知道你今晚的做法 意味着什么吗 你一个简简单单的改天在约 很可能让客户觉得 我们公司对他不够重视 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这单如果没了 到那时 失去的就不仅仅是 一个客户了 傅静周身上还挂着水珠 眼中泛着潮湿 就那么冷冰冰看着我 宋白 你如今张口闭口提前的样子 真的很难看 瑶瑶就从来不会这样 你没发现吗 你越来越粗俗了 曾经说要挣许多许多钱 给我幸福的人 到如今竟然开始 嫌我提前粗俗 再后来 因为谢露瑶 我们一次次产生矛盾 他对我的态度 也越来越嫌恶 开始早出晚归 不再正面面对我 甚至刻意回避 与我共处在同一空间 可即便如此 他也从没用过死 这么冰冷的字眼 酒会现场凝固的氛围 将我拉回残忍的现实中 我和傅敬州的关系 未对外公开 但是之间的暧昧氛围 有眼的都能看出 所以在我满心欢喜 筹备的庆典中 傅敬州为了别人 当众给我难堪 无异于让我沦为 被人围观的小丑 我不想将事情闹大 傅敬州 今晚是公司周年庆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晚上回家再说 话落 傅敬州更像一只 受刺激的刺猬 猛然竖起浑身利刺 宋白 你是不是有毛病 那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家 那一刻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 在瞬间冻结 傅敬州口中 嫌弃的那个家 是我和他用赚的第一桶金租的房子 他说那里有很多属于我们的回忆 快乐的 艰辛的 但都是美好的 所以后来赚了大钱 明明有很多选择 可他还是坚定地选了那套房子 而如今 他竟然开始嫌弃那个家 我压抑着内心翻涌的怒意 傅敬州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傅敬州红着眼 朝我一字一句咬牙道 我说 那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家 我要去摇摇 我和他会有一个新家 我要远远地逃离你 我好像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耳鸣过后 我将他说过得字字斟酌 这才确定之前是我想错了 他接近谢露瑶 或许不是在跟我怄气 谢成曾经对我做过的事 傅敬州一清二楚 但他仍然坚定地选择了谢成的妹妹 所以在我和傅敬州认识的第十七年 在谢露瑶和我之间 这就是傅敬州给出的答案 我猜到傅敬州在别扭什么 半年前的某天 我在厕所突然听到公司员工在议论 宋总白手起家 怎么就养了傅敬州这么个小白脸 虽然长得好看 可是来公司两年了 如果不是有宋总在背后撑着 那些大合同他能拿下来吗 你还别说 也是人家傅敬州有眼光 竟然在宋总一贫如洗的时候 遇到了他 可我听说他们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类似的话 在南侧所听到的只会更多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毕业后的傅敬州胸怀抱负 可他所有的成功前面都加了个我 于是他觉得自己的价值被否定 别人只当他是我的附属品 日积月累 他没办法将怒火发泄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最后便将所有炮口对准了我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半年前在公司和其他公司竞标的时候 往常沉稳冷静的人 竟然在关键时候和对方产生口角之争 导致公司错失一个大项目 为了让他长记性 我停了他手上的所有工作 让他反思 结果他一气之下跑去国外散心 然后谢露瑶出现了 可他们明明认识还不到半年 竟然能直接抵消我和傅敬州的十七年 我在孤儿院待的第三年 七岁的傅敬州被送了进来 他比我小六岁 初见时 豆芽菜一样又瘦又矮 面色枯黄不爱说话 每天邋遢着一张脸 只露出一双阴郁安静的眼睛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小集体 所以越是不爱说话不合群的人 就容易被集体排斥 欺负 那时我十三岁 因为在孤儿院里 善于察言观色 积极勤奋 所以备受院长赏识 很多人都有从他性心里 尤其是孤儿院这种特殊群体 他们尤其希望得到院长的重视 以至于在他们眼中 只要多跟我亲近 就能获得院长的青睐 直到某一天 我被院长关禁闭 去黑的房间里 我被饿了三天 晚上我快撑不住的时候 一只小手从窗户缝隙探进来 递来了三个又冷又硬 还脏兮兮的包子 后来才知道 那是傅敬州存了三天的午饭 在孤儿院里见多了人性冷暖 即便是小孩子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被关的三天 曾经和我玩得好的伙伴 都因为怕被牵连而刻意回避 只有傅敬州惦记了我三天 身边朋友好不好 不要看你辉煌的时候 要看你落魄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反应 出来后 我讨好凤城 重新获得院长青睐 而我身边唯一的伙伴 只剩傅敬州 我保护他不受别人欺负 尽可能为他获取更多的资源 他也足够争气 脑子灵活聪明 在市里拿到无数奖项 后来成了孤儿院的活招牌 许多慈善机构和成功人士 慕名而来 而院长名利双收 傅敬州有许多个离开这里 奔向辉煌的机会 但他都放弃了 每次问他 理由只有一个 不想和我分开 傅敬州不知道自己哪天生日 所以认识之后 他开始和我过同一天生日 我二十四岁那天 他十八岁 我们对着生日蛋糕 郑重许愿 初春的风不算凛冽 少年面颊飞红 眼中澄澈如洗 我将来要变成很优秀的人 然后保护宋白 和宋白永远在一起 我笑着将蛋糕抹他脸上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万一将来不能在一起呢 熠熠的烛光下 傅敬州满眼深情 宋白 等我大学毕业 我们结婚吧 我说愿望说出来会不灵 于是他很听话 不再许愿 而是郑重地向我告白 那时的傅敬州 满心满眼都是我 怎么都想不到将来的某一天 他会因为另一个女人 而迁怒我 甚至失去理智 我不明白 即便不爱了 曾经也是甘苦共担 从逆境中 一步步相互支撑 走过来的人 他怎么就突然那么恨我 后来才明白 一个男人变心的时候 你不用陷入 自我怀疑的困境中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没有理由 助理担心地走过来扶住我 宋总 您没事吧 直到眩晕的感觉消失 我深吸几口气 送傅敬州去休息室 没我的同意 不准出来 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闹剧 等着看我笑话的人不在少数 可今晚这个重要时刻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 在谢露瑶的安抚下 傅敬州不情不愿去了休息室 谢成全程冷眼旁观 眼神中甚至带着些许愉悦 我脸去所有翻涌的情绪 谢总能来珍视 蓬蔽生辉 我并没邀请他 虽然眼前的人 我厌恶至极 可成人的世界除了仇恨 还有牵扯不清的利益纠葛 和继承家族企业的谢成不同 我走到今天不容易 一不错就满盘皆输 所以每次面对他 我脑中只有一个逐渐清晰 且顽固的念头 不久的将来 我会将高高在上的谢氏集团 祭成人 狠狠踩在脚下 看他和曾经的我一样 灵魂和身体 全都腐烂在一片废墟中 谢成勾纯笑了笑 宋白 你这句话说的 多少有点虚伪 虚伪吗 我想说 你的笑更虚伪 可现在还不能和他撕破脸 将话题扯远 最后落在了年后的 几个大项目上 听完我的规划 谢成眼中满是惊叹和欣赏 他举起酒杯 宋白 你真是天生做生意的料 我朝他碰杯 那还需要谢总多多支持 谢成很自然地 拿走我手中的酒杯 少喝点酒 喝多了伤味 我抿嘴笑了笑 顺了他的意思 从初见时 我就察觉到 谢成对待 我和旁人不同 抛开他在我这儿固有的虚伪滤镜 他对我有着明眼人都能看出的细心体贴 虽然有时候毒舌了些 但不影响他将手头的好生意倾向于我 毕竟当时在孤儿院时又受又黄的颂白和如今的我相比 判若两人 他认不出也正常 所以我很期待 他在知道我真实身份的那一刻 会是什么反应 回到家 书房的灯亮着 敲门进去 谭颂白净的脸 从壁弯间抬起 茫然道 姐 几点了 今晚所有的不顺 在看到谭颂时得到了治愈 我走上前笑着揉揉他的脑袋 声音很是温柔 怎么不回房间睡觉 谭颂仰头按摩了下后脖梗 起身后明显比我高出半个脑袋 他给人干净纯粹 富有活力的感觉 可第一次见谭颂时 他躺在郊区的垃圾回收站里 浑身脏兮兮 裹着一层干涸的泥巴 当时他发高烧 人都快被烧傻了 但因为太过虚弱 连哭泣声都微弱得厉害 后来我将他捡回孤儿院 不过他和傅敬州性格更相同 已经过去的十几年中 我们相依为命 成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我不知道将来和傅敬州 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最起码我还有谭颂 谭颂软绵绵地将脑袋 搭了在我肩膀上 带着睡意 姐 我哥呢 我心头一紧 不知道 傅敬州此刻应该正在某个地方 和谢露瑶吐槽我的强势 以及让他如何如何喘不上气 对于如今的傅敬州 我只有失望 谭颂看我脸色不好 没再多问 姐 过几天你和我哥生日 准备怎么过 我实在没心情 最近工作太忙了 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 入夜 睡得很不安稳 起床喝水时 书房门没关紧 有灯光从里面泄出 以为是谭颂忘记了关灯 手还没碰到门把手 竟然听到傅敬州的声音 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最起码不会这么快回来 傅敬州愉怒的声音传来 你想好了再说 谭颂委屈道 哥 你别逼我 谭颂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跟我抱怨的 你嫌他管得多还自以为是 你说他逼你报考的大学 你不喜欢 你还说 你想出国留学 就是单纯为了逃离他 难道你都忘了吗 电光石火间 我好像明白 他们两个因为谁在争论 心脏抽搐着疼到难以呼吸 我腿软地撑着墙壁缓了很久 可心脏依旧空得厉害 像是被人挖空了一大块 眼前视线模糊 泪水流了满脸 我想不通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竟然让曾经我拿命真实的人 被地里一再想要逃离我 谭颂似乎被说动了 哥 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傅靖州没给他机会 你要么今晚跟我走 要么就留下跟他生活 我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哥 你不是喜欢他吗 谭颂 我对他那根本不是喜欢 当初说要娶他 只是年少不懂事 错把感激当成了爱情 我只会娶瑶 况且我们两个年龄相差那么多 真和他在一起 别人会怎么看我 你不是也说过 发生过那种事的他 根本就配不上我吗 谭颂沉默了下 好像回忆起了什么 他逼我选大学的时候 那嘴脸确实挺难看的 而且他在孤儿院的时候 还被人 我撑着墙静静站在门外 只觉得身体的每寸肌肉 都在颤抖 抽搐 这座房子 与我而言是第二个 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今晚却成了我的屠宰场 房门被猛地推开 傅靖州看到我 时有那么一瞬慌乱 以及心虚 我笑着抹去脸上的泪 开口时声音颤抖 我很好奇 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 我们差了六岁吗 傅靖州想要开口 被我打断 对 我忘了 那时的你太过天真 错把感激 当成了爱情 所以 后来的你 有一百个理由 摧毁我们之间的种种 可是傅靖州 你同样有一百种方式 逃离我 但偏偏用了我 最恶心的一种 我从没想过 傅靖州竟残忍地将我曾经的不堪 袒露给另一个人 而这个我曾视若亲人的人 又将其化成锋利匕首刺向我 傅靖州知道我在说什么 唇色苍白 脸色难看得厉害 姐 谈颂皱眉 虽然哥这话说得有些过了 但是感情本就不能勉强 当不成爱人 我们还是亲人啊 看着几个小时前 被我当成精神救赎的谈颂 忽然觉得又累又讽刺 我嘲讽地笑了 亲人 我真怀疑 你们到底 拿我当过亲人吗 一个为了谢露瑶 当众给我难堪 一个为了其他女人 无视我的好意 甚至在背后 嫌误我贬低我 你们的爱情可真高尚 让你们不惜拉低周围的一切 也要衬托你们美好的爱情 傅靖州和谭颂 都是在我的陪伴下长大的 可谭颂和傅靖州不同 谭颂更像是我 一步一步养大的孩子 和傅靖州之间 是感情的羁绊 那和谭颂便是责任 我就下了奄奄一息的谭颂 并待在身边 我就应该为他往后走的 每一步负责 所以当他为了一个女人 想要报低于自己 分数许多的大学时 我阻止了 我以为他早晚有一天 会明白我的用心良苦 却没想到 换来是他的怨恨 像是触碰到了逆连 傅靖州推了我一把 宋白 你有什么怨气对我发泄 别针对谭颂 我忍无可忍 反手甩了他一巴掌 谭颂慌地挡在他前面 姐 哥说得没错 你比他大那么多 年老色衰 应该有自知之明 而且 你当年还背 啪的一声 这次不是我 是傅靖州 抬手给了谭颂一巴掌 闭嘴 谭颂反应过来 自己在说什么 眼神慌了一下 我麻木地站着 心脏好像被什么撞了下 然后碎了一地 你想说什么 说我当年被人强奸过 傅靖州告诉你的 对吗 我自认对他们两个问心无愧 可实在想不到 导致他们两个联手折磨我 羞辱我的原因 想起曾经种种 想起曾经为他们的付出 我以为我会不甘心 会觉得后悔付出 可是没有 只有如是重负 为了给他们两个富裕的生活 这些年 我丝毫不敢松懈 成为旁人眼中的工作狂 女强人 一台冰冷的工作机器 圈里人一边敬畏我的能力 一边嫌弃我的出身 笃定我年纪轻轻 有如今成就 必然用了什么不光彩的手段 他们自己在阴沟里辗转 就笃信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干净的人 活在别人的目光中 太累了 我活动了下 打傅靖州的那只手 打得太用力 掌心此刻还有些发麻 你们两个 真的是给我上了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刻 一个人可以有软肋 但当软肋成为累赘时 就应该抛弃 是时候换一种 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为自己而活 出差这晚 临近过年 对于我这种人而言 过年就是走个行事 曾经过年还有盼头 和傅靖州还有弹颂在一起跨年 祈求来年升学发财 平平安安 可眼下看着灯火万盏 烟花盛放 却没有一样属于我 心中没有孤单 只觉得轻松和平静 父母离世后 亲戚嫌弃我主感我 那时我知道 在这个世上 我早就没亲人了 后来遇到他们两个 感受到家人的陪伴和温暖 我以为不会一个人孤独终老 可兜兜转转 这辈子最大的伤害 却是他们给我的 眼下孤身一人 却一身轻松 不用再操心 无关紧要的人 为自己努力奋进的感觉 太好了 吃着秘书定的晚餐 欣赏着酒店窗外美景 谢成打来电话 听瑶瑶说 你和傅敬州吵架了 如果只是听声音 似乎能从中 听出担忧和无限深情 只可惜 这个人是谢成 我嘲讽笑道 谢总 你这消息可有些滞后 按照傅敬州 和谢露瑶的亲密程度 我和傅敬州之间 那点破事 他肯定早忍不住 向谢露瑶吐槽了 谢成又怎么会 一周后才知道 谢成在那头犹豫了会儿 似乎在考虑什么 最后扯开话题 那晚说的年后项目 你有兴趣吗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努力挣钱 给自己想要的生活 肯定不会错 不得不承认 谢成虽然人不行 但说的话没错 想要什么 就自己努力争取 不要指望别人 那谢总需要我做什么 谢成温声道 等这个项目成了 你身价能翻一翻 你会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那时再来聊今晚 我本来要说的事 这倒让人有些意外 我以为他会提前谈条件 毕竟生意场上 没有免费的午餐 况且这次的项目 如果不是谢成 我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我大学毕业认识的谢成 初见 我正拿着项目企划书 找一个大老板拉投资 一个出出茅庐的黄毛丫头 凭着一腔孤勇 和对梦想的渴望 在酒店门口堵人 被保安连推带恐吓 赶走了不知多少次 最后遇见了谢成 他衣着光鲜 被一群大老板簇拥着 和浑身狼狈的 我有天壤之别 他笑着阻止了赶我的保安 饶有兴趣地 听我结结巴巴 阐述了企划内容 我以为肯定会失败 毕竟面对他的那瞬间 我四肢冰冷僵硬到不受控制 可几天后 我收到了投资老板的电话 后来等我站在顶峰才知道 当时老板愿意投资 是因为谢成的一句话 有时投资 投的不只是产品 还有人 事实证明 他们都没有看错 后来认识谢成 在他明里暗里地试一下 很多大老板都愿意跟我合作 如今想想 老天真会开玩笑 毁掉我的人 和再次给我心生的 竟然是同一人 气氛沉默片刻 谢成鼓足勇气似的问道 宋白 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 你觉得还有纠正的机会吗 我思考了下 那要看是什么事 知错能改是好 不过有的错一旦犯下 就不可饶恕 他苦笑 也是 碍于后续还要指着他拿下项目 我难得的没有挂断电话 谢总还有指示 宋白 你看窗外 莫名其妙地来到阳台 砰的一声 一朵绚丽烟花在天际炸开 将黑色中的暗淡驱散 整个世界都变得五彩斑斓 宋白 新年快乐 我盯着头顶绽放的烟花 心里莫名有些荒凉 烟花很美 为我绽放的烟花更美 可第一个为我燃放烟花的人 是谢城 谢总 这还没到过年呢 他嗓音微沉 暗含深情 宋白 今年我想成为第一个跟你说新年快乐的人 我没回他 就这么僵持了十几秒 谢总 早点休息 不是没听出他挂电话时的失落 就像我能从电话中听到他那边有和我这边同瓶的烟花燃放声 但那又怎样 出差之后一直到除夕 我都在外地 反正也是一个人过年 在哪过都一样 傅敬州打来电话 我刚塞进嘴里一口羊肉 感受着麻辣锅底的味道在味蕾蔓延 刺激着味觉 让人身心愉悦 这么多年 一味改变自己 迁就傅敬州不能吃辣的习惯 真的很痛苦 还好以后不用了 电话响第三次 我继续挂断 以前是是以他为中心 以后可不会惯着他 我们之间和其他情侣不同 双方手头项目很多都有牵连 所以做不到分手拉黑 断得一干二净 好在他赚的钱 日后分红有一部分会进我的账户 有钱不赚是笨蛋 这么想想 心里痛快许多 但大过年的 眼不见为净 更不想听到他声音 直接给他发了短信 什么事 他回 我和谭颂做了年夜饭等你 你在哪 我先是一愣 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在哪做的饭 家里 看到这两个字 我差点被饮料呛到 如果我没记错 他曾经万分厌恶 且亲口说过 那里不是他的家 我电话直接打了过去 我给你的东西没收到 出差前一天 我就把谭颂和附近周的东西打包 按照附近周前不久买的房子的地址 寄了过去 唯一的失误 唯一的失误可能就是没有删除开锁指纹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有人脸皮会这么厚 附近周答非所问 你到底在哪 我和谭颂一大早准备的菜 忙了一天 我又问了一遍 我给你的东西收到没 他沉默 我突然很生气 我花了一周时间找家政公司上门服务 把他们俩在房子里的存在痕迹清空 结果两人趁我不在的时候又回来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晚发生的一切 每个画面都清晰到 让浑身毛孔往外扩散着寒意 可他怎么有脸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带着谭颂又回来 他不会觉得 那晚只是普通争吵 给我个台阶就能解决吧 想到此处 我甚至不再生气 只觉得满满的荒唐和难以置信 怎么会有人如此厚颜无耻 傅靖州 现在你们俩做饭的房子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给你们俩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饭菜打包带走 还有我警告你们 以后也不要再踏进来半步 谭颂的声音突然传来 姐 我和我哥忙了一天 就是想 我吼道 你闭嘴 从来没被我凶过 谭颂直接尽了声 我压抑着愤怒的情绪 不想因为他们两个 让自己失控 傅靖州 分手那晚 如果没说清楚 那我现在再明明白白说一遍 你们最好给我记清楚了 我宋白 不欠你们两个任何东西 对你们 我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公司里该你们的 不会少了你们 但属于我的东西 你们最好别惦记 否则我有能力 让你们俩这辈子都爬不起来 当然 你也可以借助谢露瑶的背景 不过最后赢的肯定是我 傅靖州声音有些颤抖 宋白 你就这么看我的 我缓缓开口 一字一句道 傅靖州 我怎么看你不重要 因为你现在在我这儿 什么都不是 挂断电话 瞬间没了胃口 扫兴 谢成说的项目 年后如火如荼进行着 直到最后 拍板定下合同 我的心才算放进肚子里 细算下来 单单这个项目的收益 和日后所带来的资源 都够我在圈子里 再爬高一个位置 曾经根本不拿 正眼看我的几个老板 如今围在我身边 一个劲敬酒 这种滋味很微妙 虽然知道他们背后 又会说 我靠关系上位 但那又怎样 我站得比他们高 而且我问心无愧 谢成接过我手中的酒杯 周遭嘈杂 他赴耳过来低声道 是不是有些开心 又有种惶恐 担心眼前的荣耀 将来某一天 会不再属于你 没人能拒绝诱惑 只看这个诱惑 是否足够大 已经站到如今的位置 我就接受不了 自己再变回平庸 所以他说的没错 我担心将来 有一天会失败 所以我必须要 站得更高 可没人喜欢 被别人一眼看穿 我嘴硬道 谢总 我白手起家 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仰仗您但最大的功劳 属于我自己 所以将来即便跌落泥潭 大不了从头开始 谢成静静看着我 宋白 你的野心不止眼前 你也有能力 如果愿意 我可以帮你站到 更高的位置 让你得到 你想要的一切 我试探道 怎么 谢总想包养我 谢成愣了下 看向我时 温润的五官 似乎透着心疼 非要这么说话吗 谢成 你长得好出身名门 可我无父无母 还在圈子里打拼这么多年 名声怎么样 你是男人比我清楚 用脚指头 想也知道 谢家不会让我这种 毫无背景的人进门 谢成拿着我喝过的酒杯 一饮而尽 别人怎么想我没办法改变 但是谢家现在 我当家 我会让你知道 也让所有人知道 我对你是认真的 我笑着帮他整理了下领带 谢成 和傅敬州在一起时 我一心想着挣许多钱 让我们不受欺负 可傅敬州教会我 感情是最不可靠的 所以分开后 我只有一个目标 挣钱 挣很多钱 男人没了 还有下一个 但钱握在我手里 就是我的 以前为别人 如今为自己 所以你不怕我 把你的钱都骗走 灯光下 谢成眉眼一下 就书展开了 宋白 我有很多钱 所以你可以骗我一辈子 怎么说呢 像谢成这种 从出生及巅峰的人 拥有了数值不尽的财富 那唯一可以 未借空虚心灵的 只有女人 这些年 她在圈子里灵飞闻 异性也只和我有牵扯 我算是她 看着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的 所以在她完全拥有我之前 不会有哪个女人 能比我在她心里更重要 我知道 谢成不是在开玩笑 但没想到她动作这么快 两天之后 接到她的电话 宋白 拿着户口本和身份证下楼 坐在车里 我盯着她的侧脸 你好像很紧张 她目视前方 侯杰干涩地吞咽了下 你不会后悔吧 我看了眼 手指上的钻戒 谢成 你没做婚前财产公正吧 文言 谢成好像松了口气 我诚实道 谢成 你以后就会知道 不会有人比你更适合 跟我结婚了 当然 即便你做了财产公正 我也不怕 我的婚后生活和婚前一样 没搬去谢成那里 我说 没有求婚 最起码结婚现场要盛大 那我才跟她走 谢成说好 便消失了 谢露瑶应该是从谢成那里家的我 一天几便报告谢成安排的婚礼现场进度 看得出她事事亲力亲为 照片中 谢成脸上溢着发自肺腑的笑 这么看来 在我面前 她似乎还有所压制 傅敬州出现时 我正编和谢成选婚礼现场用的婚纱照 编给右手抹药 今年冬天冷得厉害 洞窗一直美好 她瘦了很多 眼瞼乌青 胡子拉叉 虚弱憔悴睡眠不足的样子 我知道她最近在工作上遇到了难题 所以很少在公司见到她 在一起时 我没少替她擦屁股 和在中学屡屡获奖的曾经相比 傅敬州退步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但我实在没想到 人竟然被逼成这副模样 她声音很轻 透着委屈 你怎么能把房子卖了 我一愣 你怎么知道的 反应过来后 关你什么事 这是我的房子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这是我们的家 这里有我们那么多的回忆 你怎么能卖了 我被她的理直气壮 恶心到了 第一个嫌弃这个家的人可是她 而我是因为她才开始嫌弃的 怎么 喜欢的话可以卖给你 看你最近为了公司 费寝忘食的份上 还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不过以你现在的条件 一定买不起 幸好在一起这些年 我的资产和傅敬州是分开的 毕业两年 在公司分给她的项目 虽然让她挣了些钱 但买下这套市场价 一路飙升的房子 她还远远做不到 傅敬州不理会我的讽刺 有些慌 你很缺钱吗 我有钱都给你 听完这话 我内心的厌恶情绪达到了极点 傅敬州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如果你想要当坏人 就不要再去扮演好人 一来不下 二来让人恶心 还有 你觉得我稀罕你账户上 可怜的余额吗 闻言 傅敬州双眼透着 难以置信和恐慌 这一刻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 我是认真的 想和他分开 傅敬州猛地抓住我的手腕 指尖泛白 垂着脑袋看我 呼吸都变得有些重 姐姐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为了面子 用泄露摇弃你 我更不该说出那些话伤害你 但我从来没有背叛你 更没想过离开你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傻到以为 我们之间的是亲情 所以在你越来越成功后 我害怕了 怕你将来会嫌弃我 我一次次推开你 只是想证明 你不会放弃我 可分开后 我才清楚地意识到 我对你那就是爱 是想要相伴一生的感情 我强硬地打断 不 傅敬州 承认吧 你只是单纯地渴望知道 离开我后的生活 是什么样 你觉得你的天地不该局限于此 不该只是在我之下 所以你渴望离开 可等真的离开了你又发现 现实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管你将来能发展到 何等辉煌境地 但眼下你开始害怕 怕离开我后 活得还不如从前 所以你才又想起了我 或许 傅敬州从一开始就不爱我 也不相信我们之间是亲情 在傅敬州看来 我们三个没有血缘羁绊 捆绑了很久 自以为是的亲情 实则经不起考验 否则他怎么会认定 我功成名就后会抛弃他 傅敬州摇头 眼里闪着迷茫 不是的 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爱你 我爱你 他一再重复 试图让我和他都相信 或许这个问题 也折磨了他很久 但他分不清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或者说他不愿面对 自己恶劣的一面 才一直不敢出现 直到得知 房子要被卖了 他慌了 因为他意识到 我说的分开 互不打扰 是真的 看着我曾经 全心全意爱过的人 忽然觉得累极了 曾经的傅敬州 对我有多好 如今的他 就让我有多失望和伤心 傅敬州 假设你爱我 那你告诉谭宋 我被强奸的事实 又是怀着 怎样的心情呢 傅敬州 终于抬头看向我 脸色煞白 连呼吸都静止了 唇角哆哆嗦嗦 话都说不利索 那天 我喝醉了 你相信我 我不是有意的 我抽出被握着的手 狠狠打了他一巴掌 傅敬州 醉酒只是借口 你们男人都喜欢 把所有的过错 都归结为醉酒 你知道人的潜意识吗 从一开始 我就告诉过你 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嘴上说相信我 但这十几年来 你一直认定我被强奸了 所以才会刻进潜意识里 那天我只是被打 即便很疼 可我很干净 可我爱了十几年的人 竟然从没有相信过我 傅敬州突然红着眼 发疯了一样 按住我的后脑勺 抱进怀里 生怕我离开他似的 我没有不相信你 宋白 我错了 我之前做错了 可你不能这么冤枉我 我爱你 你不能单凭你的想法去揣测我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向你证明 我被抱得难以呼吸 重重一脚踩在他脚上 趁他疼得分神之际 还没来得及将人推开 傅敬州的脸上又挨了重重一拳 谢成不知何时出现 收回拳头将我拉到身后 傅敬州从地上迅速起身 双眸怒争地钻住谢成的衣领 谢成只是静静看着他 宣誓主权般举起左手无名指的钻戒 你抱的是我老婆 你说你该不该打 亲眼看着傅敬州 脸上从不愿相信 到看到我手上戒指后绝望 痛苦的表情 房门关上前 他像只濒临绝境的困兽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色 眼巴巴看着我 似乎在等着我拉他一把 但这次 我只是关上了房门 进屋后 谢成让我去洗手 然后给我抹药 后来在一起后 谢成几乎每晚 都给我抹药 有时候我睡着了 有时候没睡着 此刻他垂着脑袋 鼻梁上架着眼镜 侧脸线条流畅 勾人的担缝眼中 溢着深情 洞窗早点好 婚礼当天 我就可以给你戴婚戒了 说着 谢成欲言又止 你能不能换个手指戴戒指 否则结婚当天戴戒指 别人会觉得你是在骂我 说来也巧 得洞窗的正好是右手无名指 所以戒指一直在我中指上戴着 我将戒指换到食指上 看他温柔地抹着药 忽然就想起了十几年前 那时的谢成 是以资助孤儿院的爱心人士的 儿子的名义来的 我只是远远观望过 并没机会和他认识 见过的人都说他嚣张跋扈 和他温文尔雅的父亲并不像 还听说 送他来孤儿院 就是为了让他知道 这世上还有一群人 没有父爱母爱 但依旧坚韧顽强地活着 对比之下 他的生活已经好上天了 说到底是他的变形迹 我们只是陪他演戏 看得出他和他的父亲关系不好 三句话说不到 就势必要有一顿争吵 听傅靖州说 那天的争吵 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进屋送茶叶的他 迎面撞上谢成 头发凌乱 眼眶不满血丝 脸颊红肿像被人打了一巴掌 嘴角渗着血 从屋里冲出来 还不忘恶狠狠朝屋里人说 等我回去 一定会杀了他 第一次见谢成 是在第二天 我帮傅靖州洗裤子 突然发现 裤子上的扣子掉了一个 正想着洗完回去 给他再找个扣子缝上 谢成突然出现 批翻我刚接好水的盆 还将绳上洗好的衣服 全部拽到地上 他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钻住衣领 让我喘不上气 浇出来 我仗红着脸 一头雾水 浇什么 和我同样在孤儿院 但跟我不对付 且乐于跟在他屁股后的 几个男生嚷嚷道 谢哥 他就是因为偷东西 才被送来孤儿院的 再后来 我被他们打了一顿 那天被打得很重 我以为已经很疼了 可当我浑身是伤 衣衫不整被发现时 那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院长一个劲责怪我 为什么要偷谢成的东西 我百口莫辩 没人在意我到底偷没偷东西 院长只怕我的事 影响谢成父亲 对孤儿院的资助 他将过错全部揽下 决定稀释宁人 私下接受了谢成爸爸 以和解名义捐赠的钱 而谢成和他父亲 再也没出现过 在他们辉煌的人生中 我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 一个小插曲 但那天发生的事 足以毁掉我的一生 此刻看着他 我很想问问 当年我到底 偷了他什么东西 谢成抬头 正好四目对视 他视线明显一致 温声道 怎么了 谢成 我是不是还没跟你说过 我的家人 不知道为何 谢成眼神多闪起来 我爸妈是为了救人死的 他们是英雄 可是他们的亲人不这么想 他们嫌弃我爸妈 留下了个累赘 于是就一个劲地诬陷我 栽赃我 甚至还闹到学校 直到后来 我被学校劝退成了问题儿童 又开始向社区反应 最后 我就被送去了孤儿院 谢成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过 我爸妈很爱很爱我 如果那天不是为了 给我过生日 他们不会专门请假陪我 如果他们还活着 肯定不舍得 我被送进孤儿院 话还没说完 谢成整个人颤抖得厉害 甚至不敢看我 他小心翼翼将我抱进怀里 声音湿润 颂白 以后你有我 我会很爱很爱很爱你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 视线放空地盯着窗外 你会给我很多钱吗 谢成带着哭腔笑了声 都是你的 没人敢跟你抢 我想 那应该是很爱吧 可是我不需要 婚礼当天 谢露瑶非要给我当伴娘 我给你个面子 才让你今天参加婚礼的 我劝你 别不是好歹 谢成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要结婚的事 公司官网 员工和客户的情帖 所有可以宣传到的地方 他都用尽心思 婚礼会有很多人身家 没道理 谢成的妹妹不出现 谢露瑶 撅着嘴 有些坐坐 丝毫看不出 当初乖巧温顺的样子 我为了你以身犯险 虽然也不指望你能理解 但你不能把我和傅敬州 那种人混为一谈 然后从化妆道上婚车前 谢露瑶 义愤填膺地向我仔细阐述了 和傅敬州之间的种种 傅敬州出国后 在还不知道 谢露瑶身份时 两人认识了 但那时的谢露瑶 很早之前 就从他哥那里听过我 一开始听傅敬州提起公司时 就确定了他的身份 谢露瑶说 我听说过你和傅敬州的故事 你们从孤儿院相识 听说你们私下还在谈恋爱 那他更不应该那么说你 我挑眉 他怎么说我 其实多少能猜到 傅敬州是怎么向别人吐槽我的 毕竟当着我的面 他都能说得那么难听 背着我肯定更过分 谢露瑶凑到我身边 小声安慰 嫂子 他说什么是他的事 你现在又和他没关系了 一开始 我挺看不惯他的 望安复义 有眼无珠 狼心狗肺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拆散你们俩 确实是我不道德 但我真的是纯粹想帮你 你们十几年的感情 小小一个 我就能让他丑态尽限 可想而知 你继续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有多不值得 当然了 我也有私心 我轻声问 什么私心 谢露瑶朝我咧嘴一笑 总之嫂子你只用知道 我现在是心想事成就行 明明是我结婚 他好像比我还开心 看着镜中和化妆师聊天的谢露瑶 我想说 我也有私心 谢成来接亲时 谢露瑶挡着门 问了许多问题 又趁机要了许多红包 谢露瑶问了他许多关于我的问题 很意外 谢成竟然对答如流 其中一些 是我从来没告诉过他的事 所以很明显 谢成调查过我 一身洗服手捧鲜花的谢成 化了淡妆后 眼角眉梢精致到 让人一不开眼 尤其此刻 那双勾人的丹凤眼 被巨大的喜悦充斥着 溢出的深情 能让人融化 突然我觉得 事情变得有意思了 被谢成抱进婚车时 气氛正热闹 放礼花的摄像的都围了过来 傅敬州却不知 从哪挤了进来 双手死命扣住车窗 生怕被人拽开 姐姐 不嫁好不好 我娶你 我发誓 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他眉眼仍旧憔悴 应该很久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但下巴光滑 很明显是收拾了一番才来的 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 头发一丝不苟 看着更像是来抢婚的 怎么说呢 有些滑稽 可笑 我也没想到 未来的某一天 竟然能停心静气 目睹傅敬州的狼狈 甚至还会在心里嘲讽一番 他的出现 打破原有的热闹氛围 周围人都被吓得僵在原地 脸色慌乱地看向谢成 毕竟任谁看 都想不到 有人吃了雄心豹子胆 赶来谢成的婚礼上 抢新娘 无异于自寻死路 我以为谢成会找人赶赴静州 但他只是冷静地 让摄影师关掉摄像机 没有让身边人过来的意思 一时分不清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也索性什么都不做 静静看着傅敬州 我实在懒得在和他纠结 爱不爱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呀 可傅敬州意识不到 他关节发白 下颌肌肉都在微微颤抖 眼中透着窒息的绝望和无助 姐姐 你不能不要我 说完 他笑了下 但是比哭还难看 你忘了 马上就是我们的生日 你说我二十四岁生日 要办得隆重一点 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过 其他人都不重要 你才是最重要的 很荒唐 为什么人总是在失去后 才知道珍惜 失去后的追悔莫及 并不是珍惜 只是因为短时间内 没遇到更好的 傅敬州 这么多年来 因为我爱你 所以刻意忽略你 劣根性的一面 但是你好像在我给你的 幻境里待久了 就忘记自己什么样了 其实你并不想娶我 我对你而言或许很重要 但那不是爱情 说白了 你这个人自私 虚伪 善于用假象来蒙蔽自己 来让自己得到好处 你说你爱我 可分开后才意识到 其实不是 分开前 你早就厌恶我了 但你舍不得离开 无关爱情 或许有你自己以为的亲情成分在 但更多是长久的习惯 又或者往更深层次说 你潜意识里知道 我能给你带来好处 你怕离开后一无所有 所以你内心在挣扎 人总喜欢美化自己 掩饰劣根性的一面 以至于到最后 自己都信了 傅敬州慌乱得不像样 似乎急于证明什么 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 不是的 这是我毕业那年 我们去旅行时 在小镇上我亲手打的戒指 我想娶你不是一时兴起 我是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 但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情愿嫁给谢成 都不愿嫁给我 我看了眼眉头紧绷的谢成 朝傅敬州道 傅敬州 他和你不一样 可是当年是他 我力声打断 傅敬州 今天我结婚 你不想当众 再让我难堪一次吧 虽然场面已经很不好看了 傅敬州泛红的眼角 透着穷途末路的绝望 姐姐 你说过会陪我度过余生所有的生日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我毫不留恋地掰开他的手指 看着泪水爬满他的脸 傅敬州 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像当初的我那样 不求回报对你们两个好了 所以你不能占够了我的便宜 最后反倒指责我对你不够好 你不配 养条狗都知道报恩 可你和谭宋连条狗都不如 看着后视镜中 红色的礼花气球 将傅敬州围绕在欢庆氛围中 可他周身落寞地要命 犹如一条丧家犬 孤零零站在原地 车厢内一片寂静 我忍不住问道 刚刚为什么不阻止傅敬州 谢成回答得很平静 在今天之前 你是被傅敬州抛弃的人 可从今天之后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傅敬州幡然醒悟了 但是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因为你将会成为 谢家的女主人 我瞬间反应过来 你是在为我报仇 谢成没在吭声 婚礼足够盛大 我再没理由自己回家住了 卸完妆洗完澡 一身疲惫地出卫生间 谢成穿着绸面睡衣 腰身精瘦 两条腿修长匀衬 他拘紧地坐在床上 像一只等待主人吩咐的小狗 见我出来 他缓慢地挺直了几倍 半赏蹦出几个字 你困吗 我看了下时间 凌晨三点多 不困 也就是倒床就能昏过去而已 他面露尴尬 然后四肢僵硬地上了床 拉过被子一脚 勉强盖住上半身 我忽然觉得好笑 一直觉得谢成是衣冠琴兽型 戴着眼镜道貌黯然 实则心肌深又占有欲强 但没外人在时 他又很乐于向我展露 真实又脆弱的一面 忽然发现 谢成没戴眼镜 刘海蓬松地遮住额角 鸭语般的睫毛浓密卷翘 面色白皙干净 整个人减零许多 像个浑身稚气的大学生 见我凑近 他身体欲显紧绷 我盯着他看了片刻 谢成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不戴眼镜的样子 很容易让人生出弄哭你的想法 你戴眼镜是为了 故意扰乱敌人注意力吗 话落 我清晰看到 谢成的脸刷的一下子 红到了耳根 我顿时惊住 没想到 往常人模人样的谢成 竟然还有如此青涩 纯洁的一面 气氛逐渐上头 就在准备做些什么时 谢成忽然流了鼻血 起初只是一点 在后来 怎么都止不住 我彻底被吓到了 写止住后 谢成握住我 微微颤抖的手 放心 死不了 就算死了 我也会提前写好遗嘱 他好像一直都很清楚 我最想要的是什么 他也一直在把这些东西 往我身边送 被他搂在怀里 我忽然松了口气 今晚这么好的日子 本来打算告诉他一个秘密 幸好他不是快死了 否则秘密说出来 就没意思了 可是 新婚第二天 谢成失踪了 连谢路遥都不知道 他去了呢 喜出我乐的自在 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上 没人会嫌钱多 就比如现在的我 嫁给谢成之后 身价暴涨 公司股票也是一路飙升 但我仍觉得不够 这些东西 是在我身为谢家女主人的 前提下才能拥有的 我要的是让它完全属于我 我知道嫁入豪门很麻烦 也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但等着看我出丑的人太多了 谢路遥提醒我收敛点 最近整治谢家生意 触及某些人的利益 他们对我很不满意 嫂子 谢家说是大家族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都是面和心不和 和你结婚这件事 我哥立牌重义 而且给那群亲戚很多甜头 你现在刚进谢家 不要树敌 我静静看着他 是他们先找我麻烦 想看我出丑 我只是以牙还牙 换作从前 我肯定没有这等勇气 但现在我身后是谢家 用谢家的资源 击垮谢家的人 用魔法打败魔法 反正最后 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谢路遥投遥的 跟波浪鼓似的 只要他们惹你不开心 你可以随便收拾 但我怕你被欺负 我哥如果在你身边 你想怎么做都行 可他现在根本联系不上 你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 放心 我不打无把握的仗 婚后半个月 我和谢路遥相处的时间最多 他被谢城保护得很好 大学毕业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没有涉及家族生意和旁人勾心斗角 大大咧咧 心思单纯 对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好 如果他不是谢城的妹妹 我倒是很愿意和他交朋友 谢城回来是在半个月后 这么久没见 人瘦了很多 谢城 你是不是背着我减肥去了 晚上躺在床上 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 忍不住问道 谢城翻身面向我 灯光温黄 他看向我时 眼睛明亮的厉害 我见证过谢城不好的一面 年少时的卑劣 而后又见证他完美的一面 成年后的稳重 和直询我的深情 老天真的很爱捉弄人 有时候我会想 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 如果没有当年的事 嫁给谢城 应该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可是没有如果 有些错一旦犯下 就必须承担后果 谢城伸手将我脸颊的碎发 别在耳后 唇角上扬 嗓音低沉柔缓 小白 我有没有说过 我很爱你 我一愣 这人不按套路出牌 见我没给反应 他也不着急 只是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东西 塞进我手中 是一把钥匙 如果下次我再突然消失 你就拿着这把钥匙 打开书房的保险箱 我撇了撇嘴 你这人不行 只给钥匙 还有 密码摇摇会提醒你的 这个密码只有咱们两个知道 疑惑生根发芽 如果是结婚纪念日这种 那也太容易被人猜到了 可我们之间也没其他的 值得纪念的日期 他很满足地将我搂进怀里 下巴蹭着我的脑袋 小白 你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 我会在背后一直支持你 我突然意识到 谢成虽然失踪这么多天 但我在做什么 他好像一直都知道 被他蹭得难受 我抗拒地在他怀里挣扎 谢成 你就不能给我换个称呼 听起来很像一只狗 等你什么时候把结婚戒指 从中纸上拿下来 我就换 我沉默了 谢成 如果有一天 我心甘情愿把婚戒 带到右手无名纸上 那只有一个可能 但是 没有那种可能 中介说 有人愿意出高价买房子时 我隐约猜到了是谁 也只有傅靖州这种脑子 不清醒的 才会故意把房价抬高 进门时 谭宋和傅靖州 竟然都在 中介还想介绍 被傅靖州打断 你能先出去吗 签完合同 我再喊你 门刚关上 谭宋凑到我身边 低声道 姐 对不起 我没搭理她 看向傅靖州 你不是要签合同 谭宋一脸委屈 但也没说其他 老老实实坐在餐桌前 我前两天 听公司员工说起 谭宋暗恋的那个女生 谈恋爱了 为此她低迷了好久 而那个女生的恋爱对象 是她高中暗恋的学长 为了追随学长的步伐 女生超常发挥 进了学长上的大学 然后将人给拿下 再看看谭宋 想到她当初为了暗恋的人 故意抱低于分数线学校的行为 恋爱脑一个 根本就配不上人家 谭宋被傅靖州赶进卧室 进去之前没皮没脸 还像之前一样朝我撒娇 姐 我准备了礼物 过两天你生日给你 我淡淡道 我们很熟吗 她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随即又没心没肺地 咧嘴笑着 自言自语进了卧室 怎么会不熟呢 没有你 又怎么会有现在的我 我突然觉得很烦 看着傅靖州 迟迟不动笔签字 更烦 我还赶着回家 和我先生一起吃晚饭 你是不是可以快一点 她手指蜷缩了下 肩膀僵硬得厉害 抬头时 眼底没有我结婚那天 穷途末路的绝望 只剩下浓郁到 让人难以忽视的柔情 却又克制许多 有一瞬恍惚 我好像看到了十八岁 对着蜡烛许愿的少年 但也只是一瞬 蜡烛熄灭 十八岁的少年 永远死在了 那个初春的夜晚 姐姐 听到这两个字 从她嘴里喊出 我抗拒得起身 如果你非要恶心我 这房子我不卖了 傅靖州似乎连难过 都来不及 慌得站起身 想要拉我 最后 手又缩了回去 小心翼翼的样子 看起来很卑微 和当初那个当众 给我难堪的男人 判若两人 你别生气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 我重新坐下 她落寞道 我从来没想过 我们会走到现在 这种地步 实话说 我也没想到 不是没想过 将来的某一天 傅靖州会爱上别人 但我以为 我们可以做到 和平分手 毕竟除了爱情 我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十几年 这不是爱情和亲情 是一种很微妙的陪伴 无数个伤心的夜晚 一位在一起 舔尸伤口 成为彼此的支撑和依靠 成为彼此 前进的目标和动力 这种感情是复杂的 也是无可替代的 但最后被傅靖州毁了 傅靖州 你说我自以为是 还喜欢掌控你的生活 可你有没有想过 凭什么你可以进公司 就站得比别人高 那是因为 一开始 你就踩在我的肩膀上 你起点比别人高 同样的 就该付出相应的努力 我没有严苛到 让你去完成 你无法胜任的工作 只是在你能接受的基础上 抬高了一点点而已 我希望你能变得优秀 我希望我们能并肩 为了我们的未来而战 我一个人在前面跑 太孤独了 傅靖州埋着头 强压住自己的哭声 嘴里一个劲重复着 对不起 话一说开 我忽然很想和他聊聊 不为他 为我自己 我不想以后再在 同样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我跟你这么大时 已经开始开公司了 你或许见过我 为了签合同 应酬喝到未出血 见过我 为了一个项目 一星期瘦了十斤 但你不知道 那些不是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是 他们在背后议论我 我取得一点成就 他们就能给我 安上各种难以启齿的罪名 我比他们都厉害 我比他们都强 可就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我所取得的成就 必须和男人挂钩 附近周 你只是在别人的口水里 活了两年就撑不住了 可我从上大学到工作 我在别人的口水里 活了十几年 如果我当初跟你一样 被别人背后议论 就撑不住了 那就不会有如今的送白 感谢你这十几年的陪伴 我也同样瞧不起 你的懦弱和自私 我不会说什么感谢 有你的支持 才能取得如今成就 因为如果没有你 说不定我会站得更高 走得更远 所以 附近周似乎预料到 我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他有些不想听 迟迟不肯签字的手 快速在纸上挥动 甚至能看到明显的颤抖 不说了 送白 我签字 我签字 可我还是说了出来 你最好尽快完成 手头的工作 然后自己办离职 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没有爱情 没有亲情 不是玩笑 也不是志气 我不适合你 你从始至终 也不适合我 十几年的感情 在这一刻 终于画上句号 几天之后 附近周 递了离职申请 和中介 分开后 很意外 见到了谢成 是来接我的 寒冷的夜风中 他一身黑色大衣 安静 站在路灯下 灯光 从上洒下 给他冷峻的身形 镀了层晕黄的光 安静 孤独 又仿佛一棵 强壮到 可以给人庇佑的大树 随时转身 他随时就站在那里 我听说 附近周 为了买下这个房子 借了很多钱 以后的日子 肯定难熬 要不然 我给他钱 让他 我一把揪住 他的围巾 谢成 你钱多到 把脑子烧傻了吗 那是我们夫妻 共同财产 谢成笑着 解下围巾 系到我脖子上 我突然发现 像你这样也挺好 满脑子只有钱 人也快乐许多 我哼了声 像我这种 会赚钱的人 满脑子是钱财快乐 你换个 不会赚钱的人 金钱只会 让他愁到脱发 哪有快乐可言 话落 谢成愣了下 突然笑得直不起腰 我皱眉 有这么好笑吗 他不笑了 眼角似乎因为 刚刚笑得太过分 流出了生理性泪水 但我怎么看都觉得 他好像很难过 不好笑 我只是觉得 你说得很有道理 可是你刚刚 明明在笑 他忽然将我 搂进怀里 声音沉闷 小白 好想我们能一直聊天 聊到我们的孩子 结婚生子 聊到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谢成憧憬着未来 说得认真投入 我无声地笑了下 这个愿望有些难 不 应该说是很难 我的三十岁生日 是在谢成爷爷家里过的 本来老爷子对我态度很冷漠 可谢成将人拉进书房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再出来时 老爷子整个人仿佛老了许多 我不禁感叹 谢成竟然还有这种本事 怪不得谢家这么大的生意 在他手里被管理得红红火火 老爷子拉着我说了很多 说我俩也老大不小了 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想了下 高龄产妇确实不安全 但跟我不沾边 我总有种感觉 谢成好像在密谋什么 生日当天 他急于将我介绍给谢家的合作伙伴 之后又开始把谢家许多生意交给我 这么做引起公司许多股东的不满 但是他根本不在意 我懒得管他到底要干嘛 抓紧时间熟悉谢家的生意 近一年过去 谢家生意除了谢成 再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谢成也越来越瘦了 瘦得皮包股 每次他会做许多我爱吃的饭菜 我让他多吃一点 他当着我的面吃完 转身就趁我不注意 跑去卫生间吐个干净 晚上 躺在同一张床上 他也不再抱我 背对我蜷缩着身体 半夜醒来 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声 很痛苦 像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喘息 经过克制 变成细微的呼吸声 窗外明亮的月色 忽然变得模糊 为了分散注意力 我在心里一个劲提醒自己 再等等 再等等 很快 谢成住院了 我从公司回家 谢露瑶刚从医院回来 自从谢成住院后 谢露瑶面对我时 沉默许多 我不问 他也很默契地 没多说其他 只是在离开前 欲言又止地停下 看着我 最后缓缓开口 嫂子 我知道 我哥和你的出狱并不好 他还伤害过你 甚至在刚听他说起那件事时 我没忍住还骂了他 后来有很长时间 都没搭理他 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 但是你应该知道 那天的真相 谢露瑶说 那天谢成和父亲争吵 是因为父亲说 要带外遇的那个女人回家 所以谢成那天说的 是杀了他 我的父母很恩爱 所以我无法理解 他当时的痛苦 母亲去世后 自己的父亲一再出轨 甚至要带着当初 逼死他母亲的女人回家 那时的他是什么感受 又是怎样的绝望 让他说出了那样的话 谢露瑶神色落寞 虽然没见过我妈 但我知道我哥很爱他 家里除了我爷爷 没人在乎我哥 我妈为了让我爸回来 几乎磨着了 一遍遍用我哥的身体当筹码 每次我哥受伤 如果我爸不回家 爷爷就会找他麻烦 所以我哥小时候 没过几天安生日子 直到我爸死前 我哥都没原谅他 那天和我爸争吵完冲出门 他回来 才发现自己背包被人翻了 里面我妈 给他留的金锁不见了 那是我妈留给我哥 唯一的东西 也是唯一能证明 他曾爱过他的东西 他跟我说过 第一次见你 被你意气风发的样子 深深吸引 后来总会下意识 打听你的情况 到后来不用打听 你的名字 也在圈子里响当当 他说这些时很骄傲 眼中也有我 从没见过的光彩 嫂子 我知道任何理由 都不是他曾经施暴的借口 但他现在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你能不能放下过去 以后好好生活 见我没吭声 谢露瑶苦涩一笑 这几天我晚上都不回来了 你最近瘦了很多 所以要好好吃饭 别等我 人走后 我简单收拾了一番 跟着去了医院 医院走廊里 人声鼎沸 疾病 痛苦 在充满消毒水气息的空气中扩散 我刚到门口 就被人撞开了 病房外站着许多谢家人 他们脸上不见慌张 里面躺着的人 好像和他们毫无关系 我以为没有血缘羁绊的亲情 经不起打磨 可为什么身体里流着同样的血 脸上仍是无尽的冰冷和麻木 医生和护士神色慌乱地在病房进进出出进行抢救 里面不时传来谢露瑶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我站在门口 看着病床薄背下 哭受到不满针眼 亲子交加的手臂 心跳猛地露了一拍 我忽然想起 我还有话和谢成说 这些话支撑我走到现在 是我每次看到谢成 以及后来和他同床共枕的每个夜晚 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翻念无数遍的话 谢成,我有些话想告诉你 这些话在心里埋藏了很久了 你说我活该不被爱 可我的爸妈很爱很爱我 如果那天不是因为我气他们忙工作忽视我 他们就不会特意请假陪我过生日 更不会为了救出车祸的一家三口 导致自己被活活炸死 我知道他们工作忙是为了挣钱 给我更好的生活 他们从不互相抱怨 而是将这个世上最无私最纯粹的爱给了我 我知道你调查过我 可我也调查过你 你的父亲因为外遇抛弃了你和你母亲 你母亲也不爱你 你只是你母亲为挽回你父亲回家的工具 后来你父亲确实回家了 可没多久你母亲便因为生谢路遥难产死了 听说是被小三逼死的 于是你父亲再次出轨 甚至带着小三的儿子登堂入室 所以我不是不被爱的那一个 从始至终你才是那个不被爱的可怜虫 可看着在冰冷遗气下饱受折磨 哭受憔悴的男人 我竟连进门的勇气都没有 天黑得很快 华灯初上 街上人潮翻涌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好像再没有一个人是为我驻足的 可能是在病房外站了太久 又或许是因为没吃晚饭 所以我手抖得厉害 勉强将车停在路边 有种劫后余生的错觉 路边 有一对小夫妻在吵架 你妈怨我有什么用 那是我不想要孩子吗 如果当初你好好对我 我们第一个孩子也不会留掉 已经过去了 你怎么又提 一个画面忽然窜入脑海 那晚谢成精神状态很好 他在替我整理明天要穿的衣服 最近话好像格外多 叙叙叨叨 但表情依旧是温温柔柔的 又带着些憧憬 小白 如果以后你身边有个孩子 或许就不会孤单了 我当时正在吹头发 却清晰地听到了这句话 感觉他像在交代一言 生气抑或是害怕 内心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关掉吹风机时 谢成的笑还挂在脸上 谢成 那天我被绑住 在后院等了很久 那天的天很冷 冷到我一度觉得浑身的血都凝固了 后来我生病了 生了很严重的病 所以 我一辈子都没办法怀孕 没办法拥有小孩 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一个血缘至亲 你不是调查过我 竟然不知道这些 所以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那天告诉你 不会有人比你更适合跟我结婚了吧 谢成 你不能死 你要用你的一辈子赎罪 那晚 谢成跪在我面前 冰凉的首相急了那天 雪花落在我身上的温度 她哭得像个孩子 浑身颤抖地握住我的手 一直重复着道歉的话 好像也是从那天开始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又是一年冬天 无名纸上的洞窗再没犯过 这可能要归功于谢成 给我准备的那些洞窗药 婚戒在右手无名纸上 尺寸出奇的合适 很快 到了我生日这天 谈颂的到来 让我很意外 距离上次见她 已经过去很久了 她好像长大了很多 五官退去学生气 眼神变得稳重安静 生日快乐 她笑着说出这句话时 谢露瑶就在不远处站着 眼看着抬脚就要 往我这边来 被我眼神示意停下了 你哥怎么样了 傅靖州坐牢了 是谢露瑶告诉我的 当初之所以能买下我手里的房子 是傅靖州从高利贷那里借了钱 仿佛要像我或是她自己证明什么 又或者不想舍弃最后唯一能证明我们曾经的那套房子 后来她被追债的人打得很惨 直到有一天 追债的人追到那套房子 为逼她还钱砸了房子里的东西 那天隐忍的傅靖州突然发了疯一样 和追债的人四打起来 最后一死两伤 谭颂苦涩地笑了下 我哥还是老样子 这么多年了 如果不是这次你过生日 他有东西让我转交给你 应该是不想见我的 让你转交给我什么 他同时交给了我两个礼物盒 一个是他的 这个里面有我本来要送给你的三十岁生日礼物 但是那段时间我哥出事了 所以就拖到了现在 气氛沉默 我们之间本就无话可说了 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盯着我看了很久 直到眼睛被潮湿的雾气覆盖 他才哽咽道 姐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他握着盒子的手没松开 在微微颤抖 这些年 每每想起当初嘴贱说的那些话 就恨不得抽死当时的自己 如果当年不是你救我 那个躺在垃圾堆里的弹颂 早就死透了 我不会用年少无知 或是说话不经大脑 来给自己开罪 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个垃圾 罪有应得 我弄丢了曾经最最关心我的人 我不会再来给你添堵 但在离开之前 还是想对你说一声 对不起 我以为 当初用难听的话咒骂附近周时 代表着我彻底放下了 可眼下面对弹颂 我突然意识到 真正放下 是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和事 对我再造不成任何困扰 就比如现在 看着弹颂转身 离开 我心中毫无波澜 甚至脑海中想的是 如果谢成在就好了 接下来我就不用应付他家里的那些亲戚了 谢露瑶替我挡了很多久 整个人醉醺醺的 嫂子 我结婚你 给我准备多少嫁妆 她马上要结婚了 适合青梅竹马 前段时间 两人闹过分手 后来 经过男生的不懈努力 终于求得谢露瑶的原谅 我推开她搭在我肩膀的脑袋 认真问道 嫁妆你要带给男方 为男人花钱 倒霉一辈子 谢露瑶笑道 你怎么越来越仇视男人了 不过也是 爱你的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就比如我哥 前者是经验所得 血泪教训 当然 如果你想试试 也可以 到时候 别找我哭就行 我可不会 把钱给你这种恋爱恼花 谢露瑶撇嘴 你越来越小气了 我哥把谢家都给你了 你告诉我你没钱 我扭头看他 你从哪知道的 遗嘱啊 这玩意儿 我可从来没见过 好像就在书房的保险柜里 我忽然想起什么 连忙问他 你知道密码是多少 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我哥没跟你说过吗 说着他突然难过起来 抱住我的手臂 声音低迷地难受 如果我哥今年也能参加你的生日宴会 那该多好 话落 他看到我手中拿的礼物盒 嚷嚷着非要打开看看 附近周的那个盒子被打开了 谢露瑶愣正地盯着看了很久 最后荒唐一笑 我应该是眼花了 不然这个盒子里的金锁 为什么和我哥百岁照上的那么像 那一瞬 我的身体忽然抖得厉害 像驶进大海的帆船 寻不到归城的迷茫和绝望 一些被遗忘已久的画面 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跌跌撞撞 似乎要贯穿我的人生 谢露瑶吓坏了 抱着蹲在地上痛哭的我一个劲道歉 嫂子,你别吓我 不提我哥了,不提了 后来的某一天 我蹲在保险箱前想了很久 谢露瑶说 密码是我和谢成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如果是真正意义的第一次见面 那不是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想了很久 终于想到密码可能是什么 因为那确实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顺利打开保险箱的那一刻 我忽然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 或许谢成也和我一样 在心里想过无数次 如果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该多好 一个意气风发 不知道什么是南墙的黄毛丫头 一个有眼光 关键还长得好看的大老板 他欣赏他 给他机会 他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 取得成功 如果是那样 他们后来的人生 一定会大不一样 保险箱里只有一封信 和一张离婚协议书 上面还签着谢成的名字 好像是在说 小白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钱 那我还可以给你自由